大家好,今天要把车卖了 今天把车卖掉 现在在检查一下我的车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朋友 Craig 现在正在检查我的车 两辆车现在把保时捷先卖了 然后还有一辆小跑车 过两天也得处理掉 先换成狗狗币 狗狗币前两天不是大涨了一波 涨到007然后又掉回来了 所以让我虚惊了一场 吓死我了 还好它掉回来了 不然我这个没法加仓了 现在是005 我今年是 我是95年生 今年是25岁半 对吧 然后我们把保时捷卖掉 然后等明年的时候 一年之后涨到一刀 然后两年到三年之内涨到十刀 等涨到十刀的时候 我们换成 把这个现在的保时捷 换成法拉利 等狗狗币逝到的时候 我们把它换成法拉利 好 现在把这个钥匙就给crack了 车就 现在就彻底就变成狗狗币了 接着聊聊这个车 未来所有的汽车都会上blockchain 就是你的每一个车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NFT 你怎么证明这个车是你自己的车呢 就是你要在blockchain上有你的这个NFT 证明你这个车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属于你 不仅仅是车这样 将来的这个real estate 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上blockchain 没有房产证的这个概念 也没有这个什么车辆的registration了 全部都是区块链 就是2019年的时候 我爸妈给了我三万块钱吧 算是启动资金 然后剩下的这个今年是2021年 所以两年多的时间吧 所有的我all in狗狗币的钱 我的车呀 我的几十万的股票呀 其实都是我这两年多搞到的 具体怎么操作呢 这是以后可以讲这个事 这个事不重要 就是李孝来说的那个事 李孝来不是说七年是一辈子吗 但李孝来已经是这个币圈的这个祖师爷了 他已经老了 对于我们95后的币圈来说呢 对我来说半年就是一辈子 我是怎么学习的呢 宝儿爷不是说他是这个两倍速去听什么 各种的这种学习资料呀 还有什么的嘛 我对我来说两倍速太慢了 我看YouTube 然后那个听那个听书啊什么的 都是三倍速啊 就听中文全部是三倍速 两倍速对我来说太慢了 听中文都是三倍速 然后听英文基本上是1.75到两倍速 因为我的英文的听力没有中文的那么强 然后我认为这个人类将来的交流 一定是用意识去直接进行交流的 因为书马上就要被淘汰掉了 你像书本这个东西的这个书的这个信息的密度太低了 如果你们去看这个香农的信息论 什么是信息呢 信息就是这个一串字符或者是一组这个代码 它的这个对你来说的这个surprising的程度 就是说它越超出你的认知 那它的这个对你来说 它的这个信息密度就越大 所以这个未来的你看这个书籍现在对我来说 它的这个信息密度就太低了 因为书呢 这个作者为了把这个书写厚写长 妈的他就要写很多废话 bullshit 对 但是现在的这个youtube的视频呢 包括这种 你比如说德道上的这种 或者是反正现在这个很多音频的这种节目呢 他会把这个浓缩的东西都给你讲出来 他的信息的密度更大 那信息的密度更大呢 就要求你的基础知识就要要丰富 因为你的这个前辈知识不够的话 你直接去上这个密度太大的东西呢 你就听不懂 所以就是说这个学习就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 一开始这个对吧 你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 前面有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知识的准备的过程 这个积累的过程打扎实了 然后到这个基点爆发的时候呢 你就是可以用三倍速 甚至超过三倍速的速度去吞吐这个信息 这样的话你就能做到这个 像我说的这个半年就是一辈子